各位好,我是闲人探 在以前的一期视频中我说过 万眼镜不能直接对准太阳看 尤其是相对口径较大的万眼镜来说 这样做会非常危险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大家 这样做究竟有多危险 那么,今天借此机会演示一下 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以免镜片高温碎裂 我是该部负责的 等等,我好像听到有观众在问 这玩意究竟能看多远 好吧,我早就猜到有人会这样问 看样子必须放出之前拍摄的内容了 这个是土星 由于拍摄设备的缘故 只能大致看出土星环 如果烙眼对着镜头看的话 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是木星 周围的小亮点是木星的卫星 现在一只木星的卫星 大大小小有79颗 这四颗最明亮的卫星 最早是被伽利略发现的 这个是月亮 无需多解释吧 视频荒动太大 还是看照片吧 好了,以上就是在家外眼镜的效果 回到正题 我先一张说明书放到墓镜上试试 还算马马虎虎吧 能够烧焦 毕竟这说明书纸也是挺厚的 如果一个人不加霸灯膜 就这样对着镜头看太阳 我相信它的眼镜子也是这样的下场 我拿火柴试试 找准焦点一下子就能点燃 我估计这个焦点的温度不低于260度 因为现在的厂商为了火柴的安全性 火柴的冷点都是在260度左右 蜡烛是难一点人啊 不过这白云滚滚是蜡的蒸汽 所以我要修正我之前的观点 聚焦温度不低于300度 因为想要让死蜡沸腾 至少需要300度好吧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现 这不跟我之前的那个大透镜的温度 差不了多少 可是这个镜片的口径是10厘米左右啊 那个直径是30厘米啊 难道那个大透镜的温度被低估了 又或者说 这两者的镜片透光性和排列方式不同 不管那么多了 也许是因为望远镜通过镜片组 可以达到极小面积的焦点 温度智能也是提高了很多 我知道你们在经常太阳运藏能量的同时 也是非常想知道太阳长什么样 那么今天我要用另一种手法 让大家看看太阳的样子 虽然是很多天文台在用的 也叫投影棍耳法 就跟投影仪的效果一样 这种方法适合亮度极高的星体 想放大就离远一点 想缩小就离近一点 如果投影说的太小的话 气温度是非常高 就是先前点火柴的效果 有些人肯定会问 为啥太阳是一团白啊 我看电视上面是一团火球在冷烧啊 虽然我虚度的少 当时你也不能骗我啊 这不是读书多少的问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 我一般只骗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吧 你肯定看的是3D动画合成的太阳 真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 如果太阳没有黑子出现 太阳的表面还真没什么细节 你也不用质疑我对焦是否完美 你看太阳边缘的轮廓细节风鸣 你就知道我一直都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好吧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